不過台灣的MeToo熱潮也已經來臨了 那這個台灣的性騷事件連環報 現在被爆出來的主角 一個比一個大咖 今天這件事情 在兩岸的這個這個網路上 網友簡直是熱翻了 完全洗版兩岸的網路 什麼事呢 那就是今天被爆出來的 這個性騷的主角 包括了這個偶像男神佑聖 還有知名主持人黃紫嬌 當中尤其是黃紫嬌 他最後選擇玉石聚焚嗎 黃紫嬌一口氣 他就連爆了十三個明星 跟他們相關的這個醜聞 而且還放話說管他們去死 為什麼只有我被爆 他們就沒事就可以過關 哇就請教敏寬 這個事情在演藝圈 真的掀起驚濤害浪 尤其我們錄影的時間 是到今天下午的五點半 那現在MeToo事件 已經變成了YouTube事件 為什麼我只有我有 你也要有 但這件事情想不到 現在是打飛 打船 重飛機啊 發生什麼事呢 我們現在談黃紫嬌 黃紫嬌這架子爆得可帶大了 為什麼呢 第一個他先臉書十八爆 臉書八八八八八 寫了十八條 寫了十八條之後 還沒寫完 後面再衍生兩條 一條是他的兄弟 另外一條是一個賣雞排的 他的太太是一個唱台語歌的 大家一抓通通都知道了 結果這件事情現在沿路 越爆越大 為什麼越爆越大呢 因為還沒停 還會不會繼續的延續下去 但這當中各位事情是發生什麼呢 簡單的說黃紫嬌在星期天的下午 他還是一個受害者 發生什麼事呢 一開始燒的時候是右勝先爆 右勝呢 據傳他現在有過去對四個女生不禮貌 曾經有一次在拍戲的過程當中 據傳啊 那個因為黃紫嬌的太太是孟耿如嘛 他抱著孟耿如呢 據整個報章媒體的一個記載是啄木鳥似的親吻 那啄木鳥似的親吻完之後呢 黃紫嬌他就很不開心 本來他還是受害者 但是他都不說 結果他都不說 到了整個星期一早上炸開了 發生什麼事呢 有個女網友 女網友就說 我在十七歲的時候 我遭到黃紫嬌的一個強吻 然後黃紫嬌基於藝術的一個理由 也強拍我的一個裸照 對方還說就算你流淚 也非常非常的美 然後目前來看的話 這目前很多人在推論 可能不是只有一件 特別是這個女網友控訴的時候 他留了幾個線索 第一個線索 他是一個主持人 第二個他對藝術很有天分 第三個他喜歡收集公仔 結果這三個 咚咚咚一來之後 黃紫嬌三段 砰下去他就炸了 他一開始就認了變態 他也認為他有病態 他還說他十歲的時候 看到他媽媽出軌 然後受到日本A片的影響 八八八八八 各位臉書先十八報 這十八報之後 哇糟糕了 整個演藝圈全炸開了 現在連侯友宜今天晚上的台大 通通沒搞頭了 發生什麼事呢 我們先來看 焦哥現在大報仇 為什麼焦哥大報仇呢 你們都說我嘛 你們都說我嘛 好MeToo是不是 那你們呢 你們有一隻手指著別人 那有四隻手指著自己 他一口氣點名 點名了十三個 這十三個大家看完之後 我就問各位 這現在十三加二 為什麼呢 因為不是十三個 後面還有他兄弟 後面還有那個賣雞排的 他太太是唱台語歌的 要不要出來回應 要不要出來回應 當然要嘛 然後這當中的特別點名 我們再說一次 我們所做的都是 爆章媒體新聞有寫的 他還點名大小S稀圖 這是重罪耶 各位這是重罪耶 然後再來 吳宗憲欠錢不還 還談論到什麼姓姚姓的 姓陶的啦 姓陶的 那這個姓陶的 有一個是大姐大 另外一個是男生唱歌的 大姐大現在已經說了 讓他先冷靜一下 大姐大已經先回應了 大姐大目前在休息 那另外一個唱歌的 目前還沒有回應 還有一個姓假的 姓假的這件事情更誇張 為什麼呢 因為姓假的 現在是台灣的一個 正常來說的話 應該是那個現在廣告 很多的紅星 他說他曾經追他 追追就跑了 追追劇案就跑了 然後呢現在呢 重點來了 影片先在全山 缺席所謂的一個主持 據傳在今天中午十二點四十分的時候 他應該是個右撇子 因為呢 據目前新聞所報 他的喪事在左背跟左胸 先說這是不對的行為 我們是闡述所謂的新聞 他目前呢 就有自殘行為 在十二點四十分 送入了敦化北路的一個醫院 目前沒有性命的一個危險 但這件事情還在報 黃子嬌先談論到這邊之後 他談論到佑勝 佑勝這件事情真的讓大家嚇一跳 為什麼呢 佑勝 大家就是認為他就是一個好爸爸 就是一個在過去的 就走那種所謂的各位 社會線 走到那種那種實境派的 然後呢 他的整個長相的部分的話 其實很多人都不相信這件事情 結果呢 居然他出事之後 誰幫他擦屁股你知道嗎 他太太 他太太直接說 其實我們現在都已經是未單親的一個狀態 各自過各自的一個日子 但這個me too現在燒全臺呢 佑勝的一個姓燒 據傳他太太全部知道 而且他太太呢 還要去安慰對方 蛤 太離譜了吧 他說 席兄姊內衣 樣樣都來 但是佑勝 直接還說 可是我很需要啊 很需要呢 總之不要再犯等等的 所以這件事情呢 現在呢 已經從整個過去的政治圈 沿路一速燒 一路燒一路燒 現在燒到演藝圈了 但現在燒到演藝圈呢 可能還沒完 現在燒到美國去了 燒到美國去了 我們現在看 這是拜登最近的一個照片 拜登最近已經宣布說他要連任了 這件事情呢 讓美國人來說 我們不談美國人的等等 我們就談數次 目前拜登的整個民調支持率 四十趴支持他連任 五十五趴不支持他連任 可是最近這張照片出來之後 美國有點炸鍋 途中這位女生是美國出名的一個女明星 她叫做Ivan Longoria 她是一個民主黨的一個 堅決的一個支持者 但是呢 怎麼會牽手牽啊牽 怎麼會摸上去呢 這到底是不小心 還是習慣性的閒豬手 所以目前呢大家都在說 這不是第一次啦 這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各位還記得之前川普曾經指控 拜登指控多少次 指控過太多次了 但除了拜登玩嗎 沒有 川普現在更深陷在所謂的一個官司當中 目前美國人對於兩位老總統 其實都沒有太大的一個興趣 那目前呢 川普真的太厲害了 川普不知道是因為他得罪太多人 還是真的案件太多 他目前單單手上的案件還有三十七件 那這三十七件當中還有性侵案喔 那目前怨親案已經和解囉 所以目前兩個老人家都已經超過八十歲 都還要做整個總統的一個大任 但美國人買不買單呢 這個不知道 但現在我們來看中國 中國在這兩天也很熱鬧 各位發生什麼事呢 中國有一位高校的官員 他是一個處長 最近真是太有趣了 居然車陣被抓到車陣被抓到 照所有的鏡頭就過去抓 這個是打馬賽克喔 這位處長也真先你知道嗎 他連褲子都沒穿 然後褲子都沒穿之後呢 奪門而出喔 然後奪門而出光溜溜的 一路跑一路跑一路跑 然後鏡頭就在後面一直跑 一直跑一直追 私惠人妻 而且這位人妻 還是他們校園當中的女職員 然後跑掉之後呢 這個鏡頭真的是不好看 你知道嗎 後面還有他穿著襯衫 但是下半身呢連褲子都沒穿 一路跑的一個鏡頭 這個是在中國廣東 好我們再來看喔 河南鄭州 河南鄭州呢 最近有一個噁心的男生 這個真的是太可惡了 他先裝成女生的樣子 男扮女裝 那這個男扮女裝幹嘛呢 原來一路呢 他就是要混入所謂的 大學的一個女早堂 結果混入大學女早堂 我再猜他一定有在賺錢 他就沿路一偷拍 一路偷拍一路偷拍 你以為那些女教授 女老師女學生 各個都是吃素的 大家一口氣就把他抓住 結果抓住完之後呢 真正刺青改白 第一件事情 假髮就先被拉掉了 拉掉完之後呢 所有人就把他團團圍住喔 重女情報 到底是做到第幾次了 所以現在直接送給中國的公安 所以就現在來看 MeToo這件事情 我先跟各位說 可能還要延燒一陣子 為什麼呢 因為臉書的十八報後面 加上延伸的兩個 現在當事人真的太多了 目前包括了阿雅 包括了吳宗憲 都已經說要呈現法律的行為 要來保護他們自己 那現在其他人 包括吸毒的 包括欠錢不還的 要不要一個一個的出來說清楚呢